我们来看这场2v2啊 阿萱的话双翻串对战翻的话是老蓝跟老末 打单挑阿萱的话是被对面老蓝给交走了 对吧宝宝还被踢光 那这次可能是输的不服 直接来了一场2v2 前期的话我们不看直接跳到32回合来看啊 这边的话是失去了三个宝宝加一个 失去了四个 对面的话宝宝比关加翻多 速度方面的话关加翻是23对面是14 稍微感觉还公平那么一点点了啊 那对面零单摇跑了一个 不过阿萱被分中 这边的话必须也得拉宝宝了 不拉宝宝也不行 打笛子啊 打笛子的话直接点了绿批 哇一万二 阿萱的话这个血量怎么这么多 这样的话阿萱有可能要没啊 这边的话也打笛子 对错呢 还卡了一把药 对面 直接两个力劈劈过来 宝宝贴了一个八千多 这边直接一刀一万多给你带走 阿萱能不能保住啊 五千一枚 这一倒下就不好玩啊 等毛起 直接来了一把地厅 换个单位来点啊 效力残刀 观照幻象拿出来清一下宝宝 打2v2可能也要被叫做人啊 拉起 拉起阿萱 对面直接拉虚 也没出法脸 毕竟有个盾 而且的话还秒不动 卡了一个六千多的药 直接给虚弥 拉笛子 选择人物去平卡清掉 但是第一刀贴了 第一刀不贴的话 有可能就飞了 完蛋 那把药也是白卡了 再打底 狂冲 虚弥要是狂联 观照幻象很难受 一天给他秒雷啊 对吧 没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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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